除了机场要加强防疫 现在台铁二号晚间还传出一名乘客 搭车车途中身体不适发烧 紧急从西科北站出站 由救护车送他就医并且进行裁剪 这名旅客是坐在第三节车厢 台铁也是立即将同个车厢的乘客 疏散到其他座位 三号这名乘客的PCR的裁剪也出炉 呈现阴性 但是他表示他平常都是在台北市万华工作 还是会有风险 因此台铁也不敢大意 也会再加强车站的清晓作业 救护人员全副武装推着单架 把人送上救护车 一名旅客搭乘台铁2194次区间车 二号下午4点46分从万华站上车 原本要搭到瑞芳中途身体有状况 向台铁人员反应 当时旅客在车上感觉到身体不舒服 而且还发烧到38.2度 中途就在西科站进击下车送一 台铁随后疏散同车厢旅客清空并封锁车厢 远处就看到那个消防队在着装 就特地绕另外一边进入 就经过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站务人员在监控那个病患 证明发烧的旅客自述在万华工作 就怕染疫风险高紧急送一裁检 索性PCR检测结果是阴性 但台铁人不敢大意 本土疫情尚未平息 大众运输单位绷紧神经 一旦有状况立即启动 清销作业避免病毒继续扩散 记者先安装是葵新闻报道